Hello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今天1月16号 进行的围甲第12轮主将战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拖加西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真的是一场熬战啊 双方大战300多手 我们来慢慢欣赏 开局是一个对角布局 然后双方各自挂角之后 都选择了这个盘棋临时 之后黑棋夹击 白棋拖先手一个脚 黑棋再飞风 然后白棋再拖先 左边夹过来之后 黑棋大飞手脚 白棋再挂 然后黑棋上边大跳 之后白棋在里边拆衣 想做活 这个棋黑棋就已经不太好杀了 比如说这个紧凑一点 走这个盘棋的话 白棋可以挖一个 挖完之后沾上 挡住的话断先手 闯一个 打吃 脚上一扳 一打 上边来一个扳瞻先手 再一作也 也是可以清除的活棋 实战黑棋选择 小间封锁 稍微松了一点 那白棋飞 然后黑棋跨去 这个棋 白棋如果说硬活的话 你就顶了再挤 各种俗手 全部走出来的话 也能活 不过一定会把黑棋 撞得更厚 所以说这个棋 确实最好的选择 就是转身 实战白棋 右上先靠出 交换一下 怕以后走不到 然后拌完之后 二路打拔 黑棋再沾 吃子 不过下一招棋 白棋从这儿飞 是稍降胜率 这个棋的话 AI的建议 还是从右边逼过来 尽可能的限制黑棋 而且也不是 很怕黑棋打入 因为这个 右上角还有些借用 比如说这里的点刺 走一走 然后再飞一个 像这种跨段 都可以防得住 所以说这里拆个 可能更好 不过这个都无所谓 实战白棋飞出 还是不想让黑棋连片 然后黑棋肩顶 先把自己连完整 之后再震头 白棋拆个1 黑棋飞锋 然后白棋再拆1 黑棋再跳一个封锁 接下来白棋靠了在虎 想冲击黑棋的保卫 这个地方 黑棋肯定不可能考虑挡住 不然的话 被白棋一打再一打一瞻 出来了 白棋跑出来的话 黑棋左上就变成孤起了 所以说 这个棋封锁 肯定是必然的 最起码上边 不能被白棋击穿 所以说 尝一个是最好的 这样白棋冲断 黑棋打了再瞻 也都能扛得住 底下白棋不想被吃拐一个 然后黑棋再打回去 都来得及 实战 黑棋直接打上面 可能是担心 比如说 打到这儿 走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底下不要了 有没有可能 从这儿直接打出来 怕打一个 这个时间差 所以说 直接打 直接打 白棋从底下冲出 接下来 黑棋联络 然后白棋 沾一个 黑棋再沾 白棋飞出 拐一个 白棋二路小尖 坐火 接下来 黑棋底下夹击 白棋小尖 防一手 这个跨段 那黑棋二路跳 火脚 左边基本上 告一段落 就看底下的定型 白棋先来一个高夹 然后黑棋底下 再打入 下一招 这个AI的选择 就 很难去 下出来了 就是 往这个中间一点次 然后守个角 让黑棋这样连回 这个多少 有点不愿意 然后再从左边联络 就像这种地方 没有什么mood 然后感觉两边 又是火旗的 一般按照 这个人类的思维来讲的话 是不太愿意去补一手 这个为什么要补 我们从后续 也能看得出来 实战二路跳 太正常了 先把黑棋分段 然后黑棋脱脚 白棋外扳 黑棋反扳 之后白棋 虎一个 接下来 这个深圳旭 也没有下出 最好的走法 最好的是 打了之后沾 然后白棋脚上扳 外边打了沾 走后 黑棋再把脚一吃 主要是这样 活得比较舒服 实战单虎一个 被白棋虎下来 不太好 因为这样 首先你被切断了 而且脚上还不干净 之后黑棋再虎 白棋尝一个 那接下来 AI的推荐 就是黑棋直接冲断 左边 然后右下又 不管 等白棋打上来之后 直接开截 像左边 这里先冲断白棋 就是为了像这种 二路点的这种截裁 相当于先造截裁 然后再打 当然白棋 也有非常多的截裁 像右上这块死棋 也可以充分利用 所以说 要是真正打起来 这个截的话 还有得打 正常人类的思维 还是先做活 这种地方 所以说黑棋飞一个 然后一路搬毡 作业 白棋再沾上 接下来黑棋挤一个 扩大眼位 白棋直接靠进去 像刚才 刚才从这一手 虎一直到后边 好多手棋 陀佳西都连续 命中这个AI的一选 可以说 这盘棋前半段 这个 拖老的发挥 还是非常的稳定 状态非常好 这个靠非常厉害 黑棋也只能 缩在里边去做活 他要是想 这个 搬到外边来 那就想多了 因为白棋可以 这样成一个 搬一个 他不敢粘着 三颗子 不然的话 被白棋再一个连搬 全死 这个肯定不行 他是断打在外边 然后爬活的话 那白棋成一个 再爬 白棋可以回过头来 断吃 这个倒扑 就这样 黑棋如果说 不断的话 白棋再往前长 就算二路爬活 也不成样子 这个不是棋 他只能扳头 然后白棋就 断吃 再打的话 踢掉 这场先杀一个大脚 即使右边 被黑棋全部围住的话 也是白棋满意 所以说 这个棋好棋 黑棋只有立在这 然后白棋 再立下来 而且黑棋还不能挡 挡的话 这个里边 还是不干净了 就白棋有这个坡 刺一个 然后一路小间 黑棋挡下来之后 再挡住 再点进来的话 就是白棋可以先补个段 因为你直接挡的话 虽然说这个里边 是一个双活 但是是白棋的后手双活 外边多一个段就不好 这个棋可以 先飞一个补段 然后以后这儿 保留一个双活的权利 就把黑棋的脚 完完整整的给掏掉了 所以说 这个棋要补干净的话 黑棋只能搬在这儿 这个木树已经缩水很多了 接下来白棋再一飞 这个棋周围全是潜力 下到这儿 白棋的局势相当可以 然后黑棋逼过来 白棋再碰进去 头脑的棋战斗欲望 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很多这种非常难缠的 民局可以说都 这个出自陀佳琪之手 然后黑棋搬 白棋里边几个要求出棋 黑棋战绍 然后白棋再断 这个地方确实黑棋 也要小心应对 就如果说直接挡住的话 那明显欠考虑 白棋可以这样一打 再来一个断打 然后上边点刺一下 这样连续贴住走后 再吃 这样右边白棋收获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直接挡住不行 那如果说黑棋立下去呢 那局部还是有棋 就白棋有这个冲了之后 往上唬一个的手段 因为很明显你要是立 那这个边上一扳一段 打结果 白棋这个棋随便打 没有什么负担 你要是立或者说一路小间 阻度的话 那脚上有这个断 因为你不能打 打的话这边漏掉了 站在外边的话 白棋脚上爬一个 断一个翻打 然后再打持就形成一个截针 白棋也随便打 所以说这个棋挡不行 立也不行 实际上黑棋打在这 然后白棋穿下来 这样黑棋二路搬沾 扩大眼位 白棋沾上打持 再往里点 这个看上去局部要形成对杀了 然后黑棋挡下来 白棋立 黑棋再翻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AI的计算还是非常精准 看出来里面没什么棋 还是让白棋先在中间去违控 右上虽然说没出棋 但是损的也不算太多 还是白棋优势 实战白棋还是比较固执 要把这条路走到底 先夹一个长气 黑棋立足度 然后白棋一路小街 这样的话局部会产生一个 这个截针 黑棋先铺一个 然后沾上 白棋里边搬收气 黑棋再提截 然后白棋先把外边这颗 棋筋给跑出来 分段黑棋 那上边如果说再被白棋震头的话 那黑棋就算以后吃白棋 也得收气吃了 所以说先跳出 然后白棋提截 黑棋直接打在这 这个截不打了 转为这个收气了 然后白棋外边飞刺 黑棋沾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用最直白的一个方法去收气 因为基本上也是直线计算了 沾走成一个钉四 黑棋提再点进去 黑棋肯定先提截 提完之后白棋拐一个再提 然后白棋挡下去 那就互相收外气 黑棋拐一个白棋紧气 冲一个沾上 再收外气 白棋收里边的气 反正这样摆下去的话 是白棋要慢一气 也不存在这个结 因为黑棋可以从后边打 所以说确实里边暂时没起了 白棋忙活半天 亏了 不过也还好 亏的不算多 还是白棋占据了这个主动 接下来白棋右边飞 交换一手 黑棋挡下去 然后白棋中间靠 这个棋因为里边 以后存在这个收气的问题 所以说AI的建议非常的朴实 就直接往这儿跨断 吃掉白棋里边这个棋心 这样一连通的话 这个里边就干净不少 当然没有棋的地方 一般人类的思维 也不太愿意去这样 就缩在里边去吃这颗子 实战黑棋右边跨断 接下来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很难判断的一个地方 居然棋右边于不顾 AI的建议是往中间搬一个 把这个地方走走后 黑棋断的话长 这样他打的话 以后你就反打 然后中间可以围出不少 这个是AI的思路 实战白棋还是更容易 这个地方突然降胜率了 被黑棋搬出来之后 白棋立马变薄了 然后白棋长一个 之后黑棋中间搬 白棋扭断 这个棋又开始战斗了 这也是陀佳琪的棋风 那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就是无论黑棋从哪边打 白棋都有这个转身的可能 比如说你先从上边打 再打 白棋里边刺一个长 你上边冲 里边打吃白棋一沾 还是把棋筋给起掉 然后中间走后 或者说黑棋从另外一个方向打 打完之后沾 那白棋团住 中间断吃 你要反打的话他提 这样白棋先手拔花 变厚了 然后等一会儿可以着手来 反攻黑棋左边这一块 中间就直接起掉 看清 反正这个地方也挺复杂的 实战的黑棋顶住 然后接下来白棋直接打 这个不够细腻 就你打算围中间的话 那尽可能的要把里边的这个棋筋 都给救出来 像白棋应该这样搬一下 冲一下 沾上打吃 先手 再连回 这样黑棋打 然后白棋再打吃 然后再继续围 这样一颗子都不用死 以后里边黑棋还得继续收起 实战直接打这个 然后贴回 被黑棋这么一打 反正这儿木树黑棋肯定是便宜了 然后这颗棋筋还 含在黑棋嘴里 接下来白棋贴住 黑棋拐吃 然后白棋右边断 还是要围中间 黑棋沾上 不过下一招棋白棋又开始这个过分了 就这个棋的话 如果说往像这种大飞的位置走一手的话 这个里边基本上 也不能说完全没棋 反正黑棋要想出棋的话 这个难度也不小 搬的话 白棋反搬 断的话 拐吃之后再沾上 像中间这里点次 白棋沾 右边这里断打 白棋拐住 应该都能防得住 比如说黑棋沾这个 你就拐吃 他拐这个你就搬出 棋也是够的 然后黑棋想出棋的 这个难度 不小 实战白棋往左边点次 这个大门就敞开了 黑棋非常敏锐的 在右边断打完之后 直接跳进来 这个棋又乱起来了 然后白棋飞次 黑棋沾 加来的话 白棋下的还是不够解明 就这个棋的话 白棋应该往中间去 挺头联络 因为黑棋左边 也牵了一个段 他也得也这样靠一个 然后沾上连回 白棋就这样夹 他不敢冲进来了 不然的话 被白棋直接冲断了 他反夹的话 被白棋一尝 基本上中间也能 为一个大差不差 所以说 陀佳西在这个 右下完美发挥的 一个情况下 送了好几步 像这个右上 送死 中间这个地方 本来简单为助的话 也是简明优势 结果非要挑 这个复杂的去走 实战白棋走的是 长一个 黑棋贴住 然后再冲一个黑棋段 这个 明显是在紧黑棋的气 那就是为这个段 做准备了 他的意思就是 黑棋现在 不太能分的段白棋 他然后还要吃黑棋左边 这个胃口不小 然后黑棋搬 白棋跳刺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再沾 接下来 黑棋肯定不可能 直接这样沾 直接沾白棋 小尖联络了 所以说黑棋 搭在这儿 去分段 然后白棋 断上去先手 黑棋双一个 白棋再往外冲 不过这个棋 确实黑棋也 挺危险的 中间这块棋 被完全卷进来 而且你现在 直接挡的话 白棋断 黑棋这两边 气跟白棋杀的 都不太够 但右边白棋的味道 实在太烈了 这个地方 黑棋直接跑 白棋打了之后 黑棋拐打 白棋再拐出 然后黑棋 好像错过了一个 这个出棋的机会 这个时候 AI的一选 是点在中间 这种地方 很难算得清 必须要看一看 AI的想法 黑棋点在这儿 什么意思 就是白棋 左边的连 他得夹一个 然后黑棋 搬这个 白棋得打吃连回去 这样中间 这里断 断完之后 左边再断吃 中间再断 这边要出棋 就白棋提 黑棋再打滚包 白棋是不敢沾的 沾的话 因为右边这里的 打都是先手 打先手 再一贴 白棋这一大团 都得死 所以说基本上 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只有跳出 然后黑棋可以 把这段提通掉 白棋最多 也就是围底下这一块 这样黑棋可以满意 实战 黑棋选择 翻打在右边 然后白棋拐出 黑棋再拐一个 但是中间 没走到 被白棋先跳出 这个地方 反正更难出棋 接下来 黑棋双一个 白棋长 左边反正 什么时候 黑棋挡住的话 白棋还是断 这边暂时不用担心 还是看右边 接下来 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 走的是贴柱 如果说 先逃跑 右边这一串 长棋的话 那中间有一个 这个断的棋 就你不能打 打的话 被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一打 直接痛掉了 然后这个棋 白棋只有顶在这 黑棋站 白棋在扳住 这样等于说 还是白棋 弃掉里面 这一块 然后围底下 还是一个转换 所以说实战 白棋不肯 他走的是中间贴住 把这里的棋 撑到最满 那右边 黑棋要动手了 这里站上 马上要加持 白棋小尖逃跑 然后黑棋再靠一个 下一招 白棋的这个团 降到非常多的胜率 这个棋肯定是 不可能去走别的 你比如说走别的 被黑棋一打 然后再来一个断 就关门吃了 肯定要延弃 但团的位置 一定要团在上面 团上面 黑棋扳 白棋就吃回去 这样的话 主要有个好处 我们来看为什么 就是黑棋右边断 白棋沾 底下打的话 白棋右边贴回 这儿还有机会做活 黑棋要挡下来 白棋已经先手长期了 这样底下再沾 就里边黑棋的这个气 是非常紧的 它底下并一个 白棋右边沾上 这样黑棋右上角 这里还不能被白棋沾 它还得再提回去 然后对于底下的定型 白棋这儿有个冲了之后 断的这个景气 这样黑棋打的话 这儿一打 这个尾巴 黑棋就沾不上 再沾的话 被白棋吃成这个 接不归了 这样白棋吃通 右边活了 然后黑棋里边 虽然说吃掉一颗子 但是还是只有一只眼 还不活 这个是白棋最强应对 实战团这个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被黑棋 这么一贴住 再一断 直接一个老虎口 就把这儿全部给连上 所以说就存在一个 这个联络的一个差别 这样白棋拐下去 黑棋吼一个 右边打持黑棋沾 然后白棋再连回 等于说要通过右边 这里延弃 然后跟黑棋里边 这块对杀 然后接下来 深圳序也出现这个失误了 他走的是 挡住之后再点杀 要杀白棋 其实这个棋的话 黑棋应该算了 应该怎么走呢 应该右边搬 搬完之后底下贴住 因为白棋联络 是连不回去的 这要有个铺了之后 打吃滚包 接不贵 然后白棋要站这个 也连不回去 因为底下黑棋冲 一搬 再来一个倒铺 里边白棋 还是得被吃通 所以说黑棋应该这么下 应该这样去 直接从底下 吃通白棋联络就行了 右边这一小块 就放白棋胡 这样转换的话 黑棋大致还行 实战 黑棋挡住 再点 双方也是 杀的劲都上来了 可能也是受到 陀加西的影响 甚至于在这下的 也是比较冲动 点杀的话 没问题 是可以杀白棋 但里边出问题了 就是白棋这一拐 这里边突然让白棋 可以延一口气 就比如说你提掉 提掉之后 白棋先把中间一吃 然后你底下这个棋 仍然可以吃通 但是白棋只要把右上 这个棋进一连回 黑棋这朵花 你跟白棋右上角杀 杀不过了 你只有跟白棋右边 这块杀 立一个白棋挡住 你再连回来 白棋三口气 然后里边白棋可以沾这个 走成一个钉丝 然后再立这个 这样三棋对三棋 黑棋再走 然后白棋可以点杀进去 这样就等于说 以后收棋的时候 黑棋右边这口气 你是收不了的 被白棋一打就死 这口气 黑棋收不了的话 白棋已经 延出来一口气了 那直接影响到 右上角的对杀 因为 很早之前 我们摆的这个对杀图 右上角白棋 本来是卖一气的 现在延出来一口气 明显不同 所以说 这一连串的这个棋 其实都相关的 实战黑棋没有提 他走的是这个中间 扑了之后再提这个 其实白棋 还是延了一口气了 然后再看底下 白棋选择靠这个 并没有补中间 补中间其实是比较稳的 他走是靠这个 要杀黑棋 黑棋冲白棋断 然后黑棋再冲 白棋挡住 黑棋提 然后白棋里边作业 这样的话 黑棋打吃不入气 这个底下 其实黑棋还是应该 直接断打完之后 贴下去 收棋 这个对杀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白棋打的话 黑棋肯定不可能沾 他要先打 白棋沾上之后 然后从这儿拐打开截 因为他沾的话 直接被收棋收死 他要打这个 然后白棋提截 黑棋再找接踩 比如说找左边这里的贴柱 这个棋白棋沾也一样的 沾最多就是算是这个 本身截 黑棋收棋 你在尖顶的话 黑棋再收 因为白棋也是不入气的 你只有提这个截 去分出胜负 所以说黑棋应该马上 发动这里的截针 实战他直接贴在左边 那白棋这个双满凳里边 不要了 底下补回去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截 无条件被白棋打赢 或者说无条件 让白棋有这个 主动转换的权力 然后黑棋唬一个 这个转换的话 明显白棋好 然后底下告一段落之后 这个白棋又回到右上去 这个对杀了 因为言出来口气 就完全不同了 点进去之后 黑棋挖 然后白棋长 然后双方互相收棋 白棋左下肩顶一下 然后黑棋脚上挤住 活棋 之后白棋上边打 然后黑棋提 再扑 再沾 那明显黑棋不能沾 沾的话被一打 然后再一送 这个收棋的话 变成黑棋卖一棋了 三棋对两棋 所以说黑棋要走这个 然后白棋提杰 局部变成一个截针 接下来黑棋冲左下 这个其实是刚才布局的时候 就强调的 黑棋要早点冲 因为你只要冲到这 以后左边二路点之类的 全是节材 现在冲 那也行 白棋提杰 然后黑棋二路点 白棋挡住 黑棋再提 接下来白棋上边挡 这也是节材 如果说黑棋先提 右上的截的话 里边这个断有棋 因为断黑棋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从中间一打 戒不归了 你要提的话 白棋一成 上边齐筋要死 就你这样去团住的话 白棋一冲 再来一个冲断 这样黑棋不管里边怎么冲 就你冲这个白棋 这个三颗子不要 他就把上边四颗子 吃了就行 所以说这样 这个黑棋也是不行的 长一个补齐 然后白棋提杰 之后黑棋左边立 这样白棋里边 还得再补 爬一个之后 尖顶做活 然后黑棋再提杰 然后白棋右下 铺一个再提 黑棋底下冲 白棋也是够狠 直接先把黑棋外边靠断 底下打吃白棋提掉 冲的时候白棋断 而且这个是个先手段 黑棋还是不能在右上去提杰 提杰的话 白棋往中间这么一打 再一段 黑棋打吃白棋 沾上 那中间这个双板凳对杀 黑棋杀不过 冲的话白棋沾 再说白棋 白棋可以挖一个 等你沾上的时候 再一打 提掉的话 再从后面一打 还是白棋快一气杀 黑棋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黑棋只有沾 然后白棋在 这个沾结 这样右上黑棋被反杀了 不过呢 底下又形成一个新的这个对杀 然后黑棋 接着一个 白棋 成一个先手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把右上反杀 这个优势已经非常巨大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 白棋冷静下来 好好点点空 把中间这个棋一沾 那白棋已经飞了 这样黑棋底下扳 然后白棋再提杰 这个棋随便打了 黑棋冲再提 白棋向上边这里的 几个融解材 AI的胜率 反正也是白棋 已经赢 拭目棋以上了 那实在白棋选择提底下 然后被黑棋往中间一打 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沾 就是中间这个棋 你把黑棋这五颗子 稳稳吃住 哪怕左下角 被黑棋给杀掉 那也是中间的 这个价值更大 这个应该好好去判断一下 就你沾这个黑棋提 然后你可以利用 这个左下的这个棋 作为结材 因为这个棋不单是白棋要活 而且要反杀 黑棋下方这一块 这个棋 黑棋必然要硬 结材的话 白棋丝毫不用担心 转换的话 白棋赢定了 实战白棋舍不得 这个底下 沾这个 结果被黑棋 一手棋提通 然后白棋挤回去 再被黑棋 往中间一搬 那这个棋要命了 白棋挤一个黑棋提杰 又变成中间的这个杰针了 这个杰一旦白棋打输 这一块棋全死 而且跟刚才的区别 在于白棋底下这一块 只是单纯的联络 你并没有吃到黑棋任何一块 所以说这个转换 白棋不少窥墓 估计也是下到这下晕了 这个判断 可能要不然来不及 要不然就判断不准确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还是有退路 就是比如说上边断一下 打一下 然后把底下这个子吃了 就这样算了 收关 然后黑棋把中间这个结衣一销 白棋再把左上这种挡住的 大关子给收掉 虽然说优势没有刚才大 但至少白棋还是 让黑棋可能盘面也就三四木棋的样子 贴幕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白棋还是比较稳 实战白棋往左下去打 那黑棋还是把中间结消掉 结果在脚上又变出来一个结针 关键底下这颗子 你没有去断吃以后 被黑棋先手沾到 那也是非常伤的 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逆手 而且现在脚上这个结 又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白棋中间去断打 提结 黑棋先下立 本身结 然后白棋断上去 黑棋再提 这个时候AI给的胜率是双方五五开 非常紧张的一盘棋 反正白棋在大优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越下越复杂 没有走出最为解明的这个控局的招数 然后接下来白棋往上边断 黑棋沾 白棋再提结 黑棋左边挤一个再提 白棋上边靠一个 那黑棋打持联络 白棋再提结 之后黑棋左边一路搬再提 白棋往中间粘上打吃 然后接下来白棋居然就 让这个结了 从一路提了 其实这个时候胜率还是五五开 白棋当然应该把这个结 先提过去再说 那陀佳西肯定是这个 判断出现问题了 他可能觉得这个结继续打下去 没有把握 然后其次让左边黑棋 这个一路粘成为先手 你里边还得再补 这个木属黑棋就先便宜一点 他对这个结可能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毕竟黑棋上边的这个结材也挺多的 像左边这个挤 挤完之后打 包括上边这里的团 包括这个脚上的冲 冲完之后二路断 可能各种结材 白棋认为这个结材不够 然后也不想让黑棋左边先沾便宜 所以说最终白棋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是最终 最为致命的 就是让这个结 从一路提 然后被黑棋把这个结给沾上 这样的话 黑棋盘面 要有一个拾木棋 可能还不止 那这样没多少关子了 白棋突然这个棋就垮下来了 然后上边打吃 底下再断 黑棋左边挤一个 再往这个脚上点 因为你这个棋不能挡下来 挡下来被黑棋冲断 出棋了 所以说只有挡仗 挡仗黑棋联络 左下角白棋跳进去掏空 后面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 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关子 最终下到这个 打中单片节的时候 白棋最终认输 因为黑棋差不多还是 有盘石左右的这个优势 那这盘棋可以说 对于陀佳锡来讲 也是非常的可惜 估计今天晚上要睡不着了 本来下得如此之好 让人一度看到这个获胜的希望 而且后边虽然说乱战当中 从胜率上来看 双方可以说错进错出 但最终白棋还掌握着这个主动权 而且最终确实白棋 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特别是把右上位反杀 这个优势还变大 但在接下来中间以及底下 这两处转换 判断上面 陀佳锡出现了这个致命失误 导致优势一点一点的消失殆尽 然后左下角是最后一个 能真胜的一个结真 打下去的话还真说不定 然后最后又判断失误 把这个结一让 这盘棋突然就结束 非常可惜的一盘 虽然说看得非常过瘾 但是确实为 这个陀佳锡 感到惋惜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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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